我個人認為就是遠投公眾這邊恐怕要在這邊討論 可能半天也討論不完 屋頂裂縫沒有裂進去吧 屋頂裂縫應該是裂在你剛才講的收服才立結 那煙囪事實上是施工前就傾斜 那施工中也有造成一些狀態 我們大家已經恢復到比施工前還要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剛才建議就是說 煙囪傾斜的部分麻煩持續關係 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相關的責任放在這個修復在利用計劃 那所以說花園的基礎我想我們這一點小事 小小事也沒有問題 所以保護一年兩年可能要再我們再看看 提議你們的契約如果沒有契約就兩次 對 我再看一遍 契約如果沒有債務我們就建議照顧 好 如果這樣的話按照剛才的這個結論 我們最後還是強調 我們如果說文化局自己要做修復在利用計劃 那很快就不要去問 我想就是說請局內專案的處理看看 就是做什麼樣的地產 不要到一年這個東西太糗 那時候太垮了 都狂光了 才會出來的計劃 好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 我們就照剛才的這樣的一個決議來辦 我們繼續 報告案件 107年度公共文化資產補助案補助金費 犯理執行報審奉獻 請求 請求您 請求您 請請求您 沒請多麻煩 看看 很久 請求您 你們 本來專業省組織監有以前安委員 已副國委員 佔應全委員組成 107年後11月5日 召開審查會議 經營合理分配結果 屬於入享 1. 原則同意的座 107年後 葡萄市市民國際前日軍會的座委醫院 有的婚院 日常管理游戶計畫 保護數目的設計計畫 今天都傳輸為新臺幣9萬5千元 依前數經費核算數 補助額度為30% 依新臺幣28500元上限 依前數額度內何時補助 只按三更數目接觸受保護數目 未來依依台北市數目保護自治條例 及台北市數目縮減作業會版等規定 尚本局相關單位提出申請及宣傳 實際上同意後時刻10座 4. 考驗乃圖預算執行 補助及效益 期間合定補助案 依於簽訂補助經費 行任期約後 幫得到發報作業 補助案執行期間 補助案執行期間 補助將不定時開圓查核及指導監督 補助案如文具體執行程上 原補助合定經費 補助得市期間 請進行政策掣吊貸壽 �鋒육後續連勢RE健康 請乘請同意執行路靠入屏捕捕標 今天結果 相公告一名說 再來 下報告 好 再拿來 如果沒有的話就能夠 來 來 其實是可以再發及這個 兼職的修正 以及這個準備意見 兩次是一些文字的修正意見 想說 另外一提的 是不是報告案二 因為剛剛問我們三十四條的 會有兩邊的上門 但是它說我們這個图面 我們上次審查一件的時候 那這個報紙中 剛剛也有一個報告 像它那個第十六、十七頁 就是我們要保存的那個 耐使鼓授前左邊的那個 地鼓授周邊的屋面 那個給我們的屋面 我們上次大家就要去考慮 它會覺得不太恰當 所以我們想剛剛通過的人 應該就要設計到三十四條 但是屋面的屋面設計 應該變得要重審 就是再給我們的 因為剛好聽到那個 這個報告案的 那個屋面設計的人是太恰當 這個大概介紹什麼 如果不恰當的話 是不是等一下你直接告訴我們 什麼比較恰當 對 因為他們都離開了 你現在講的話 對 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了 剛剛都看到 是不是等一下下去 我再找他們來 直接告訴他們哪邊不恰當 就修了吧 這樣重審會有問題 因為那個屋面不設計到三四四條 對 對 所以你應該不會在這裡面 在討論這個事情 對 所以你應該不會在裡面 你應該不會在這裡想吃 請請請名 會求審聖秉職權啟動文化財價值審查程序 在106年8月22日讓你雙胞小組會開 經提送106年9月18日 第97次文科會選用原意 不止進入基礎登錄歷史建築、經驗建築 107年7月11日的時候 民眾以提高新政證為由 然後又加上台灣大學 原定7月中旬製作拆除工程 本屬於在107年7月13日召開 民眾提高新政證的諮詢會議 會結論於因歷史意義之兩點 新事實至市政 至即日起公告國立台灣下 隨陸名堂圍佔定土地 於意上台的結論從其文資審查程序 於107年8月13日 辦理專案小組會堪 經提送8月27日的109次 審議會決議 請本局邀請全體委員辦理專案小組會堪 後再送審議會審議 依照陳述的會議決議 在9月26日跟10月18日 辦理專案小組會堪 中整三次會堪 是為委員的意見 有9位建議登錄歷史建築 4位建議登錄紀念建築 兩位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 委員的意見摘到明下 在不具文化資產價值的理由包含 依所提新事證 為一堆前絲省有重大突破 新發現的歷史 會議資料可以用軟體保存方式補充 然後再構造為RC高架架式 配合立法庵架屋底 工法跟材料 更加常見於學校禮堂的構造方式 並特殊保存的價值 可以以局部保存之方式 保留足去整個保存之必要 在文化資產保存價值的部分 包含建物興建於1960年代 為當年台灣與海灣華僑聯繫活動的 中央警惠中心 華僑支援台灣地基建設環境的 代表性建築 彰顯了當年 超委會聯繫服務長組發展 1967年完工執經委 諸多重要文化政治的集會場地 現正其與國家政治經濟聯動的關係 三 建物行施為大型集會場建築構造 50年代大跨爾度 及玉柱板建築質量好工法代表 旅館牆中是中式傳統建築委會 室內裝飾 本人叫拖兩億部罰狀式性的傳統工庫勾委會 本人 sozial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清爲 的強三圖建築 這本人的GDP形圖 紅框的部分是墮落在玄弗段 大跨玄弗段刺小段3031號 黃色的部分是建物本體位置 比對62年跟106年的行側圖 以及建物目前外觀照片 內部的一樓部分 就是二樓的內部罩 文化展在蘋果報的部分 基本是要創立1967年 當所有全市國有 歡迎有人回臺灣大學 但目前能使用線況去限制 價值分析行為想看前出的報告 未來保持管理維護 還有指定在路範圍的影響評估的部分 請臺灣大學上委員說明 禮拜一 請同一登入入民堂為歷史建築 名稱曹光堂 種類及會堂 位置在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歷史建築及所定住土地範圍的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入民堂建築本體及附屬建物 包含陽台還有平台 建物為大安區蛇伏站四小團887-號 建築土地為童小團的353-地號 將路理由以及法林舉一 喬光堂於1967年建築完成 作為將臺灣與臺灣華僑 以及活動的重要指揮中心 推導能推動喬務喬教之重要場域 一成為重要文化政治活動的集會場所 建築該建築與國家政治經濟的關係 二建築形式為大庭集會長構造 去大化度及玉珠板建築特色 展現現代主義建築思維 建築外觀設計融合中式傳統建築運會 反映1965年代中皇 文化負星政策下支設計特色去保守價值 三 國歷史建築經濟建築登陸會指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三條登陸即準 二 本案提行本選一會選一定一選一決一辦理後續 本案因為已經經歷第二次審議 那與原則上等下進行有神會 由提報人保留退局 一位代表來進行發言委會中 在由陳其仁每一位三分鐘的發言之後 再由管理單位在座說明 那我們申請提報人外勢堯先生 一分鐘發言 謝謝 主席各位在座的各位協議員好 我在這邊代表提報團隊做一個補充說明 那基本上先前的市政補充會議以及這個限刊 大部分的理由大家都已經有提過了 那今天的簡報從其一個角度來做補充 首先我們大概介紹一下這個 橋關堂新建的歷史背景的意義 然後接下來的部分會 就建築的部分做介紹 包括建築師以及他的設計 以及他建築的配化工藝的部分 然後還有其他的構築設計的創新 第三部分是關於他的歷史 包括他見證了很多重要的機會跟場景 那最後如果還有時間 大概補充一下現況跟原貌之間的差異 馬上下一張 橋關堂後來改成錄影堂 他的新建歷史背景的意義 他其實是戰後歷史實施的一個需求 也就是說當時為了外交的困境以及橋舞的需求 所以他才有這個建築 那由於1960年代特殊的台灣政治 特殊的這個背景 使得中華文化不新運動 他其實被提出來當作是對抗文化大革命的一個 一個政治上面的這個政策 那錄影堂如同這個南海學園的科學館 或中山樓這樣子的防古性建築 其實他是在作為一個當時社會力影響建築的一個物質性的證據 然後這樣子的建築其實在台大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歷 也就是說當時因為台大本身 他的這些土地租借給消費其他單位來使用 也因此才有類似這樣子的建築會跑出來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如果看到 考察他的建築裡面的設計跟他的構造 再看建築師本身他的背景 其實可以看到一個現代主義建築師 他的理心思考底下跟國主規劃要求的一個爭達跟爭衷 我們現在講 好 上一次的去年的這個審議會裡頭 有委員在詢問這個露米塔建築師 那他是馬藝錢 他是單江大學建築系的初期期主任 那他是這個土木工程系 土木工程學的背景 他來台灣之後 呃 呃 成立一個建築事務所 並且有一個基林造成 那 呃 單江大學的主要效應規劃跟早期的建築 大概就是他的作品 我們來下一檔 我們來下一檔 好 各位可以看到那個單江大學的這個早期的規劃 那 呃 左下角是程序部的建築 那那個 登記的建築師是王建成 其實是淡江大學的第三任期主任 跟那個馬力賢先生其實是有一點師生的關係 我們來下一檔 好 那 呃 首先在建築設計上的特徵跟意義 齁 就是 魯雲華最大的特徵在於他外牆上面的方錐體 他是一個 呃 構造單元 當我們沒有進到這個裡面的時候 可能會認為他其實是一個單純的裝飾 就是在一個一般性的RC的外牆上面 貼上去 的一個單元 可是你走到裡面去看的話 就會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構造 他是一個玉組的 齁 然後具有這個結構強制的外牆單元 那他其實是形式來自於 的構造 好 因此 這個部分體現了一些現代建築的一些概念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內外 對 馬上下一張 他的內外的一些構造的方式 馬上下一張 好 那當然 劉委員也混到他的屋頂的這個結構 然後我們這邊畫出了一個簡單的示意 下一張 好 這當時反映了一些建築的一些思想 馬上下一張 好 他的設計來源 我們推論可能會受到現在主義大師蘭克的影響 他在1923年代在洛杉磯做了四個案子 也是用玉組的方式做成建築的外圍 外圍 外圍的建築 構造跟形式 馬上下一張 也有可能說他唯一複形的一個外圍形式的理想 就是一個初始的構造 馬上下一張 好 那當然 顯而易見的就是房屋與會跟現代建築的結合 馬上下一張 好 那另外 在這個房屋與會底下 他呈現的其實是一個建築對話功能 就是 或是 時間到了 好 那我就先解放到這裡 謝謝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有十位 然後第一位是總例子 先生 委員 委員 首先 各位 各位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董碧的 我先代表我父親 董平先生 提報人 在這個地方 因為父親的年齡跟關係 我怕他比較心動 那 首先 這一棟建築物 喬光塔 在當初建設下來的時候 它是一個 代表中華民國的一個符號 對 喬物是把中華民國 帶進台灣 帶進世界的一個重點 這個建築物 建政了1949年 海內外學者 對國家的喬教 救國的建田 也建政了19540到1965年 美元喬教下 對高等教育的注意 那個時候要注意 我們的國防經費上 可能全國的總預算 百分之八十 但是 台大有五分之一的喬神 然後 第三個也建政了1965年到1995年 喬教以行動支持中華民國 克服中共的打壓 以及國際政治的一個現實 它這一棟建築物是一個 僑胞情感認同 也是僑務歷史的發展 不論是剛剛所提到的戰後建築科技 它對外是一個方格 有一個像台積般的建築 第二個它對內 可以在禮堂裡面 達到消音的一個效果 或者是後面我們所發現的 各種北市對話 都在這樣子的意義下面 而突顯出來 它以喬光堂為 全球華僑的博物館形式模化 這個不但可以豐富台灣大學的博物館建築群 也可以更凝聚全球華僑對台灣的認同 展現我們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提到的這一點是 它是屬於一個國家級的文資 那 我這邊特別要強調 當初它的設立是所謂畢業僑生活動中心 它是一個回國華僑認同這裡的一個家的概念 那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不論是 國外包括南洋理工學院裡面的華一博物館 日本神戶大學的華僑歷史博物館 或者廈門大學裡面的華僑博物院 都是一個凝聚華人的一個很重要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在這邊主張也提出呼籲政府 能夠積極的去保護它 喬社也願意行動 以募資的方式來支援各樣的問題 謝謝各位 第二位陳紹姐先生時間三分鐘 各位審查委員 我是台大電機器 畢業喬生 41年了 我在台大 從民國62年進台大 一直到現在 真看著台大成長 首先我要經過去年 我們的一些學妹 林小姐她呼籲大家要搶救露營堂 董先生就出面 然後就把我找過來 到現在我們已經發動了 聯繫了200多個海內外的喬生 聯署還有喬包還有國內的喬務委員的委員長 前委員長 前副委員長 通通連署支持這個活化 保存 喬關堂等行動 那包括了好民意 等等各種 喬務委員 喬務委員長 吳欣欣 還有前委員長 吳欣毅等 高年歸喬協會 電南歸喬協會 還有台灣 美國 華盛頓DC 的喬生 畢業喬生 也是41年 42年畢業了 然後 波斯頓 還有德州 大拉斯 帕拉納 還有加州 LA San Diego 台灣 還有加拿大 英國 等各地的喬生都 熱烈的支持 保存佛化 喬關堂 第二點 台大畢業喬生 對中華民國跟台大的貢獻 請台大不要忘記我們 OK 政府在推崇西南下政策 是我們現在的邦交佛 只有十幾個 走不出去 告訴你 要吃果汁 就是要敗訴託 這個訴託 就是台大的貢獻 我們先違反給台大 我希望台大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才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台大 謝謝 印尼喬生支持台大很多活動 台大今年才簽約跟印尼萬榮公學院 簽到合作的備忘錄 然後教育部第五次摔團 到印尼去造成 都是我們台大畢業的 留胎調生 幫忙 謝謝 謝謝下一位 冯伯華先生 各位大家好 我是傳統教師 我郭客戶 我們家的傳承已經一百多年了 這個 佳光堂 原名叫佳光堂這個東西 本來是在我們民國五十六年的時候 我父親他親手做了一些座 而且做的時候 因為是剛剛開始做那個工業式建築 所以我們有很多構建比較原始一點 但是我們自從做了這個僑房堂的工作以後 我們連續做了很多國外的工程 工程就是說大部分都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送到國外鄭仲 包括當時的那個東華會館很多 還有近期的一些哥倫比亞學院的那個良品 我們都是親手做的 在這次他找到我的時候 我也是很驚訝 因為怎麼會有人找到我 我想不到 因為是隔五十年啊 今天如果說我們要 編繫一個工藝的時候 我是認為佳光堂 在我們台灣的建築史上 是一個延續點 基本上北市的工業式建築 剛開始的時候 第一個的Case 差不多就是這個東西 慢慢的才有中泰賓館那些泰國式的 這個佳光堂在做的時候 相對同時做的是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第一賓館 第一賓館做的時候 相對的還有中山樓 中山樓 武功國務院 所以我們本身在做這個東西 我們很希望 它能連續我們的建築風格 相對的不是我們國家的建築風格 是我們台灣的建築風格 謝謝 下一位郭宣布先生 謝謝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班馬傳媒 所以想請 這次一五方排大陸的民調風 郭老師都拍了這個影片 那我想一有短短的時間來介紹一下 可以一起同樣幫我們放一下嗎 3分40秒開始 3分4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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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單位 有關於強公堂的一些事項 請委員三個好